金星骄傲称作女人22年 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昨晚 金星做客某综艺节目 向大家展示了她回归家庭 温暖的一面 谈起如何孕儿头头世道 更有独门的孕妇秘籍 金星骄傲地说 至今做了22年的女人 什么样的男人都见过了 据悉 为了录制本期节目 李静特意带录制团队飞到上海 不仅观看了金星舞蹈团的代表作三位一体 还一起探秘了金星的秘密根据地 并加入着的 电设置在了舞蹈团里 在昨晚播出的节目中 金星化身好老板 直言跟自己超过十年的成员 全部一人送一辆车 这让李静在现场面露难色 也许是在自己地盘的原因 金星的访问格外放松 谈起舞蹈团 她有一肚子话想说 金星说没见到舞蹈台上的金星 都不是真正了解金星的 而真正的舞蹈是化作完全自然的东西 她认为30到40岁左右 才是舞蹈的黄金年龄 只有经历的事情 多了 对舞蹈的诠释才更有感触 所以金星舞蹈团里的成员年龄 普遍偏大 她还称自己明明是跳舞的 却偏偏靠独舌走红 但这步伐是一种曲线就过的路线 之后 李静便主动请应要了一把 在练习室里和金星共舞一曲 证明了自己的舞蹈黄金年龄 除了提及自己最爱的舞蹈 节目中金星不敢以往敢说的本色 表明了很多自己的观点 并骄傲地说 至今做了22年的女人 什么样的男人都见过了 所以 你们最好别跟金结比 像明星大牌不时牌举之类的问题 在节目播出后也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一时间约上了热义化铁榜 全国第19名 王俊凯被报通过北电一考专业 考试据台湾媒体报道 4月14日有媒体爆出 王俊凯已经顺利通过北京电影学院 第三是获得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合格专业证书 王俊凯为2017年北京电影学院 最受瞩目的考生之一 他前阵子现身考场参加考试时 引起轰动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他过关展将顺利通过初试及复试 据媒体报道 他也已经顺利通过 考个人才艺的第三是 距离进入心目中的 学校更紧一步 据悉他是以第19名的优异成绩 取得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合格专业证书 关于顺利通过考试的喜讯 王俊凯尚未出面回应 但是消息传出后 仍引来不少粉丝关注 纷纷向他道贺 在短短二小时内 他录取的消息也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粉丝都为他感到兴奋 白白和出轨后 陈宇凡在发声 陪儿子练舞心情好 14日深夜 陈宇凡发儿子元宝学舞蹈的视频 并配文 说是陪宝哥上舞蹈课 其实是在偷学 这是妻子白白和深陷出轨传闻后 老公陈宇凡的第二次发声 近日 全明星探报出了白白和婚内出轨的消息 4月14日凌晨 白白和老公陈宇凡发微博仪回应 但疼得 都快回家过界吧 全国第19名 王俊凡被报通过北电一考专业 考试据台湾媒体报道 4月14日有媒体爆出王俊凡 已经顺利通过北京电影学院第三次 获得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合格专业证书 王俊凡为2017年北京电影学院 最受瞩目的考生之一 他前阵子现身考场参加考试时 引起轰动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他过关展将顺利通过初试及复试 据媒体报道 他也已经顺利通过考个人才艺的第三次 距离进入心目中的 学校更紧一步 据悉他是以第19名的优异成绩 取得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合格专业证书 关于顺利通过考试的喜讯 王俊凯尚未出面回应 但是消息传出后 仍引来不少粉丝关注 纷纷向他道贺 在短短二小时内 他录取的消息也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粉丝都为他感到兴奋 白白和出轨后 陈宇凡在发声 陪儿子练舞心情好 十四日深夜 陈宇凡发儿子元宝学舞蹈的视频 并配文 说是陪宝哥上舞蹈课 其实是在偷学 这是妻子白白和身线出轨传闻后 老公陈宇凡的第二次发声 近日 全明星探报出了白白和婚内出轨的消息 四月十四日凌晨 白白和老公陈宇凡发微博仪回应 但疼得 都快回家过界吧 全国第十九名 王俊凯被报通过北电一考专业 考试据台湾媒体报道 四月十四日有媒体报出 王俊凯 已经顺利通过北京电影学院第三次 获得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合格专业证书 王俊凯为2017年北京电影学院 最受瞩目的考生之一 他前阵子现身考场参加考试时 引起轰动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他过关展将顺利通过初试及复试 据媒体报道 他也已经顺利通过考个人才艺的第三试 距离进入心目中的 学校更紧一步 据悉他是以第十九名的优异成绩 取得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合格专业证书 关于顺利通过考试的喜讯 王俊凯尚未出面回应 但是消息传出后 仍引来不少粉丝关注 纷纷向他道贺 在短短二小时内 他录取的消息也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粉丝都为他感到兴奋